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应该要竞价都被一堆抖音跟小红书污染了 举光日是给国军看的 那对国军的精神战力有相当的影响 变化跟影响渗透跟破坏 就在不知不觉中的小事开始 根据国家教育研究院公布两岸差异用词 台湾用语中的品质就是对应到中国用语质量 台湾虽然也有质量说法 但示意是物体内所有物质总和 除了被质疑文化渗透 供给近年来频繁扰台 逾越中线 24号早上更有八架次抵近我24海里 中共是否逐步推进测试我方底线 中国的一个就是战略手法 特别是他这种温水土清瓦是软硬两手的 软的就是类似文化渗透硬的部分 他就是利用这种切香肠的方法 想要就是麻痹就是我方的这种心防 不过我想中共他很难得逞 学者也直言中共军事进逼很难得逞 因为台湾政府时刻紧盯 带文化渗透无孔不入 说民众要有警觉 国军官方节目更不能等线失职 曾经黄新城进来就